吉隆坡交通繁忙停车阁更是一味难求 业者虽然依法租用停车位 却长期滥用霸占 违反了租用规定 行动党夹动区国会议员林丽莹 抛轰市政局执法不严 除了要求中断租车位公司的外包服务 更应当多加巡逻 对违规业者采取建一次罚一次的严厉刑罚 联邦直辖区基金会官方数据显示 首都共有超过4万个合法的停车位 接近议程是特别停车位 这当中包括业者租借位 吉隆坡市政局规定 商家只能在星期一到星期六 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八点半 使用所租用的车位 其余的时间必须开放让民众驳车 然而许多的商家没有遵循 当局也疏于职守 开出500令吉的罚单 甚至连官方数据也多年没有更新 他们那天有收到一个图 是讲什么叫高峰期地区 什么地区 然后我们会根据这样的地区 和调整那个罚款 会调整那个parking的费用 那个也是接近二三十年没有update了 火箭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盈透露 联邦直辖区基金会 会把租用停车位的业务 外包给一间公司处理 并规定只有特定的商店才能申请 这包括银行 修车厂 车行和诊所等等 林立盈抨击外包公司不遵守指南 随意批准 市政局也马虎执法 冷处理 我就是说这红色的停车位 三个月到期了 谁来监督 没有 你过期了没有再租你红色就要化回黄色 谁做 没有 晚上拿起来谁去对付 没有 你到期了那个铁的那个钉啊 你要拿掉没收 然后那个洞铺灰 谁做 又没有 我叫他给我个答案 他讲OK OK 所以现在冷部的客人呢 我才召开这个记者会来轰DPK 业者长期占用停车位 导致繁忙的商业区停车位不足 驾驶者只好违力停车 继而造成交通堵塞 林立盈呼吁市政局严厉开罚 对付违力的业者 并将会晤联邦直辖区部长卡丽沙默 商讨终结外包公司合约 八度空间陈欣仪 吉隆坡报导 遍应该来说 稳导致的与 çek 有对付运的编写